大家好,我忘記帶了 人理個案 人理個案倒退 人理 企業可以有敏銳的察覺力去發掘並且改善 到最外存的部分是可以從被動化為主動 主要地去促進社會的環境發展 但是上述的同心人還是沒有辦法解決企業社會責任的問題 所以才會延伸出下面的金字塔 那這個金字塔分為四個階層 我們會由下網上來為大家介紹 首先是經濟責任 它指的是企業在社會 企業為社會的消費者生產他們想要的產品服務 那在交換的過程中可以獲得合理的報酬 那經濟責任的話是所有社會企業責任的基礎 就如果它不存在的話 那就沒有另外三個責任 再來是法律責任 它指的是企業要在法律的框架內去實現它的經濟目的 那跟剛剛提到的經濟責任一樣 他們兩個都是被大眾認為需要同時履行的責任而易入 而道德責任指的是社會大眾他們期待 或是禁止企業去做的某些事物 那這件事情通常是沒有被法律規反或是被要求的 那通常都是社會期待企業這麼做 或是避免這麼做來傷害到他們的權益 最後要為大家介紹的是慈善責任 慈善責任則像是一種自由財良權 就是社會沒有告訴企業說 他們應該要怎麼做或是怎麼行動 都是取決於企業的選擇 那通常都是在沒有法律或是沒有道德的規範下 然後企業他們還自主的就是為社會做一些事 然後來促進群體的利益 那就會被認為是一種正面積極的社會企業公民 但是仍然有衝突的觀點在企業社會責任與利害關係之間 但是總結來說還是希望每一間企業都可以滿足剛剛上述提到的 四種企業社會責任 那接下來換我來介紹企業社會責任和企業的利害關係 那大家都知道企業存在的一個最大的目的 就是要滿足企業與企業有相關的利害關係的利益 那大家也知道企業社會責任也會去左右企業的觀感 企業的觀感像是這類的東西也會影響企業的表現 也會直接影響到利害關係的利益 所以他們之間就有一個自然而來所形成的關係 那企業最大的挑戰當然就是 那要就是要滿足他的主要關係的同事 卻也要能讓其他的厲害 可能比較次要的利害關係也同時能夠滿足 這是現今企業有大的一個挑戰 那這邊就有五個問題可以幫助企業去理清自身的利害關係了 像是企業一定要問自己說 我到底擁有哪些利害關係的 而且那他們要的是什麼樣的利益 那還有像是說誰是最主要的 那誰是吃藥的 像是這類的優先順序 然後我們從第四點 第四點可以理清出 就是企業社會責任與利害關係的關係 那接下來從第四點就會衍生出這個矩陣 那這個是一個企業可以拿來分析自身的分析工具 它就是一個結合利害關係人和企業社會責任的舉證 那它可以幫助企業去理清出什麼樣的 什麼樣的利害關係責任是企業目前最需要的 那什麼樣是吃藥的 以及什麼樣的利害關係人是最優先需要滿足 或者是治療需要滿足的 那什麼時候用它 那就是要理清優先順序 以及可以幫助企業去做長期以及短期的決策 以及去發展多重利害關係人的利益 接下來是介紹三種道德類型 那可以把這三種道德類型給看成 就是企業面對企業社會責任史的態度 那像是第一個immoral management 是不道德的管理 那這類型的企業就是會用盡任何的 找盡任何的機會以及用盡任何的手段 去增進自身或者企業的利益 那第二個是處於比較中間的 就是immoral management 就是他們不會去用盡任何的手段 只是他們不在意 他們不在意會不會去傷害到別人 他們不在意做任何決策的時候 會不會去傷害到其他的個體或者群體 那他們就是 就像是這類的經理人就是會缺乏這種道德管理 但他們也不是刻意的 那第三個 Moral management就是道德 比較有道德的管理 那他們對他們來說就是 法律只是最低限度的限制他們 但他們是可以期望就是做的 做的比法律限制還來得更好 那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他們就會 他們在做決策的時候他們就會 他們就會 對決策的時候 他們就會去顧慮到其他身邊的個體 那麼就是比起前面兩個是比較有道德標準的 道德管理方式 那接下來是就是對於企業來說 四個最主要關係的人 然後分別用這三種道德類型來做一些舉例 就是企業以不同的道德類型去面對這四個主要的厲害關係的時候 會有什麼樣的決策方式 那就舉幾個例子來看 像是如果你是immoral management 就是不道德的道德管理的時候 你在面對自身的 在面對自己的員工的時候 那就是部主就會把員工 只是視為一個來生產的因素 並不會把他當作就是 欸 又怎麼講呢 把他當作是 不會把他當作是自己的財產來管理 就是可能就像是 員工可能用完沒有生產業 他就會把他丟掉 不會做任何的輔導之類的 那如果是 像直接看最下面那個 Moral management 如果不是道德管理的話 那就是 員工會被企業給視為是一個 人力支援 那就是 會非常有 會非常尊重於 有道德的對待他們 並不會把它視為一個生產的工具 那從這邊來看的話 那我們一樣 以 Local community 就是以社區來做 做舉例 那如果是 不道德的 道德管理的話 就會是 企業就是只會想要 從這個社區去 去 博取 博取所有能 能得到的利益 他們就不會管說 這個社區在面得到的利益之後 會 會變成什麼樣子 那可能最明顯的就是 他們可能會污染什麼環境 像是這樣的情況發生 然後 如果像是 像中間 Moral management 其實像剛剛講的 他們不會在意 他們 不會去在意社區 會發生什麼事 但他們也不是刻意 去傷害社區 他們只是沒有把它列 把這個地方去列入考量 那像是道德管理的話 他們就會把社區 可能是視為一個長久發展的地方 然後需要去 可能為了長久的利益 然後以及社區 社區的利益 他們會去執行一個長久的計畫 去 可能也幫助社區發展 然後 也可以從中得到利益 這樣子 好 謝謝 謝謝 謝謝第二組的報告 因為我剛才在回頭的時候 其實我是在看一個東西是 看你們同學們對你的反應 因為那個部分是我評分的標準之一 然後呢 當你看到你同學們都低著頭的時候 就表示說 他們覺得呢 他們覺得說 你的分數太高了 要把你做低一點 覺得低著頭都不理你 我是在看那個東西 好 好 那我想先謝謝剛才這一組的一個報告 那先問一下 有沒有人對於說 剛剛那組的報告 有什麼地方來講 你們覺得聽得不是很明白 或者覺得有質疑的 對於這篇文章 那換另外一種問法來問問看好了 好 因為我所期待的報告 基本上分成兩塊的地方 第一個東西是來自於說是 它可以忠實的把 文章當中基本的概念 用各式各樣不一樣的方式表達出來 這是我們所時代的部分 所以一 是來自於說 它的解釋 是不是可以讓文章的概念充分的被理解 以及說二 它是不是可以充分的講完之後呢 讓大家台下的人覺得 嗯 這個東西 他們講得很引人入勝 會想聽下去 所以 如果在滿足這兩個要求的情形之下的話 你們對於剛才台上報告的這一組 覺得說 他們有什麼地方是你們覺得做得不錯 如果有長相這個方面的 有什麼地方是沒有做好可以再改善的 有沒有人可以分享一下 等一下 它有把一些重點用螢光瓶標籤 哦齁 你覺得這是一個好的方式可以幫助你們理解 這是一個 可以快速看到這麼多 哦齁 那 有沒有任何的地方是你覺得說 台上的這一組可以再 調整完之後 可能會 讓他們講得更吸引人入勝 更願意聽 而不會讓大家都在下面 花得很高興 舉例嗎 舉例 舉例 就舉 實際的例子 給他 OK 你覺得舉些實例會有幫助 OK好 謝謝 還有誰可以分享一下 嗯 呀 我覺得就是他們有把文章分散的地方 用一個表格的地圖 然後還有體鎮也有特別拿出來講 但是 就是 應該要跟台下部 一點互動 因為如果是這樣 或者是 而且他在講舉例的時候 如果沒有別的話 大家都不知道在講哪裡 嗯 所以我覺得其實有看到 總 所以他站在旁邊 可能也是個問題 不能夠在這邊指給別人 看說 現在希望你看的重點是什麼 對 OK好 你覺得互動真的是個好的方式嗎 嗯 互動的話至少 很嚇人會 OK 好 謝謝 我覺得舉例 不要全部放在後面 要連續好幾個例子 那可能大家聽第一個 第二個 那後面三四個 可能就不會繼續聽下去 OK 可能可以穿插在你講到的部分 是 就解釋一下 好 好 謝謝 那子琳呢 我就是他們在解釋三種 這個道具 這個管理的 就是我本來很期待 我們可以解釋第二種 就在摸摸摸摸 就是他們都只有講一摸摸摸 因為我就不太懂 每種跟第一種上面 好 那那個 OK 那你剛剛為什麼不問他呢 你指的到底是什麼 怕他丟臉嗎 所以你才要把他揭露出來啊 所以你才要把他揭露出來啊 你才要把他揭露出來啊 你才要把他揭露出來啊 沒有問題 那你為什麼要揭露出來啊 那你為什麼要揭露出來啊 揭露出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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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他們太好了一點 好 還有誰 最後一位 有沒有 好 沒有的話 那我想我今天就還要進行補充說明了 首先 第一個 到底你那個所謂的 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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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實際上面採取的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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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實際 就是 實際 他實際上展現出來的態度 可以被觀察出來分成三種 是不是 那這三種到底有什麼區別 那這三種 一個算是 第一個EVOCLE 就是追求經濟層面上 就是為了公司的目的 就是正在賺錢的目的 第二個的話 我覺得就是管理者 對於道德這一切 完全沒有 無感 完全沒有明看 他說明正在做 不道德的事 他不一定知道 那最後就是為了 他不知道什麼是道德 然後會去蠻民各個社會 並且對於道德 是基金追求 OK 好 想算是對社會 大部分有一個好的示範 是 好 對第二點來講 還有誰可以補充一下的 第二種的 immoral的部分 有人可以補充一下的 好 其實在 第一種情形 在 我待會有提到那一塊 在第一種情形之下的時候呢 其實基本上就是 只要企業存在的目的 就是為了賺錢 所以其他的事情 我都不用考慮 那我知道法律是這樣子規定的 那一 就是好像 我舉個例子來講 好像法律規定說 我們是不是可以賣仿貓的東西的 但是呢 好 我覺得仿貓的東西可以賺大錢 除了跟你說 這個行李箱是Family的 這個什麼東西是Benz的等等 讓大家來買 那會違法呢 違法就跟人家說 這個是代理商負責的跟我無關 其實我自己都知道 都把它給推掉 第二種呢 事實上是說 他知不知道可能有一個叫做 他做倫理這個東西 他覺得是有的 但是呢 他覺得說 什麼東西符合倫理 或什麼東西不符合倫理這個東西 我一點都不感興趣 或者我也判斷不出來 那我怎麼辦呢 我要找一個最好的參考的指標 叫做什麼 叫做法律 所以呢 在這種情形之下的話 舉個簡單的例子來講 如果今天法律規定說 我們今天每個人都不能 我們每個人出門 都不能戴口罩的話 那麼我們都不要戴口罩 但如果說你覺得 可是在這種情形之下的時候 也許某些人覺得說 我今天生病了 不能戴口罩的話 我會傳染病給別人 或者我覺得這個地方 很多病菌感染的時候 我就得戴口罩 保護我自己的話 那麼對於這種人來講 像這樣子的東西 他就無法顧慮到 所以換言之來講的時候 這些法律上的東西 在很多的地方 所規定出來的東西 不見得是我們一般社會當中 大多數的人願意去接受 像這樣子的道德標準的時候 他就會出現一些問題 第三種的狀況來講 則認為說 這個人認為說 對的法律也很重要 但除了法律之外 有些東西是法律可能許可 但是我覺得我應該賦予 更高點一個道德的指標的 那舉個簡單的例子來看 例如像是說 法律好像沒有規定說 你覺得這個東西不好吃 我就退錢給你 可是呢 可能某一家公司他覺得說 事實上讓每個顧客開心 覺得滿意 是我覺得我該做到的事情 所以我寧可 當客人覺得我東西不好吃的時候 只要你跟我講 我會願意免費的退錢給你 或者換另外一份餐點給你 那這樣子的方式來講 可能就是比較 更談到個案 在那個文章裡面所談到的 莫若 這樣子的一種 一種大概的一個精神 大概的概念指的是像這樣子 好 好